復元 公投沒有哪一個政黨輸贏的問題 公投的結果 只有對臺灣未來產生甚麼樣的影響的問題 我們要用最冷靜 最冷靜的態度 好好思考這一票怎麼投 最符合國家的需要 核四的設計過時 建造過期 廠商已經解散 設備已經停產 它也位於危險的地震帶上 又臨近人口密集的雙北都會區 最重要的是 沒有任何一個縣市願意接受核廢料 有一市長說 沒辦法解決核廢料 沒資格用核點 朱立仁主席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甚至還說 只要他在任的一天 就不會讓核市運轉 重啟核市 預估要耗費十年以上的時間 而且需要巨額的投資 同樣的時間和投資 我們可以用在各種新型能源的開發 使得台灣的能源供應更安全 更符合未來的需求 大家說對不對 核市不安全 核廢料沒有地方放 這些問題解決不了 所以重啟核市的這一張票 我們一定蓋不同意 大家說好不好 人員政策不能反覆 三階的問題也要好好來處理 它可以解決南電北送的問題 也能夠取代南煤電廠 降低長期困擾中部 南部的空屋問題 我們執政之後 不僅將規模縮減九成 更和環保團體多次的協商 協調出再外推的方案 三階是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所規劃的 當時完全沒有把藻礁保育納入考慮 現在需要用藻礁的這個意見 來拖累台灣的能源轉型 製造電力的缺口 所以三階庭建這一題 我們也要蓋不同意 大家說對不對 從馬英九總統實在開始 開放使用萊劑的美牛 已經九年了 各位 年肉進口可以認真檢驗豬肉進口 我們當然也可以認真檢驗 來確保消費者的健康 大家說對不對 美豬的問題 已經嚴重的影響到 台灣對外經貿的佈局 台灣跟美國的TIFA對話 已經停擺很久了 就是因為我們的努力 現在TIFA已經開始重新恢復對話了 台灣也已經申請加入CPTPP 現在 就是台灣走向世界最關鍵的時刻 大家說對不對 貿易有來有往 我們守住國家尊嚴 守住人民健康的前提下 適度的開放市場 台灣無未來陸路 才能走得更寬廣 更遠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 反美豬公投這張票 為了我們國家整體的貿易佈局 這一張票 我們一定要偷不同意 好不好 我們把公投和大選分開 就是希望大家在做決定的時候 能夠更理性 讓公共政策的決定可以更周延 也不會被選舉的激情所影響 公共議題 應該要好好地被討論 所以 公投綁大選的這一張票 我們一定要蓋不同意 好不好 這四大公投案 有關所有台灣人民的未來 從今天開始到12月18號 我要拜託所有的好朋友 想盡辦法 要努力去說服更多的人 不用用講的 用LINE 用Facebook 用我們所有能用的工具 來說服更多人 公投四張票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台灣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一起讓台灣穩健前進 一起讓台灣更加有力 好不好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